美国报告揭露 中共在沿海部署东风时期 中程弹道飞弹 瞄准台湾及台湾盟友 部分飞弹距台仅400公里 共军以东风时期取代短程飞弹 美国专家分析 共军企图在台海冲突时 压缩台湾预警时间 调动其他飞弹发动攻击 台海安全受到中共威胁 假设第一波攻击来袭 学者这样说 第一波攻击其实会先进行海上封锁 海上封锁完以后 对于我们本岛的一些攻击 才会选择使用这种弹道飞弹的方式 来对我们进行攻击 所以说其实今天这些飞弹 是会对我们来说 比较前期的攻击是没有错 那它会攻击的目标 可能就是我们重要的机场 还有像是我们的防空设施 像是我们的飞弹阵地 或者是说像是我们的一些雷达站 特别是我们一般新竹的乐山雷达 绝对会是共军优先打击的目标 中国声称东风时期 连美军都拦不住 不过美军主要基地 都不在东风时期射程内 而中共正在大量制造 射程更远的东风26 部署在中共核设施附近 假想目标是美国关岛 你说我们是不是能百分之百的拦截 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跨下这样的海口 反而我们一定要做的是 当我们在遭受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保留实力 面对东风时期剑指台湾 学者认为持续保有打击战力 以及提升全民的心理韧性 是台湾的生存之道 我们的指引数飞弹 不完全是来做拦截的 你今天说是东风时期的克星 应该只是它的 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做到先制打击 反飞弹不管是天宫还是爱国者 在反飞弹上面 一确我们有相当多的着力 可是我们也要去评估的是 当它的飞弹在攻击我们的 不管是机场或其他设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备源系统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当你在遭受攻击的时候 你要如何把你资源分散 甚至是快速的能够达到被人的机制 能够去上线 我觉得这一个会是我们今天 在反飞弹最重要的手法 反飞弹除了在物理上的反制飞弹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人心上面 能够去做到强化 也是我们今天讲的国防任性 其实它物理性的破坏是有限的 但是它最怕的 它是会形成一个人民的恐慌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 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增强的 就是所谓的在新防这个层面上 一旦发生台海战争 势必爆发毛雨顿的对决 学者解读 有时攻击就是最佳防御 台湾的战力保存 将是战局关键 飞弹与反飞弹这一块 其实就是毛雨顿的一个较料 那我们的武器人们反制 这边的话其实是有在实验的 只是今天对我们来讲 攻击绝对会比防御来的渐变 所以我们要做的 不是去朝向全面防御 让一颗都飞不进来 而是要去做好备案 当我遭受攻击的时候 要怎么样还持续保有战力 因为如果今天解放军打一枚 然后你拦得下来 让他打三枚十枚 在他的饱和攻击之下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做到这么完善的防御 可是如果当他发现 他打了再多的飞弹 都不会对我们的生活 不会对我们的战力 对我们的战力造成的 影响有限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子是不是 换言之也会迫使解放军 他可能必须要改变一些 他的战术战法 说到战时资源分散 汉光时兵操演今天登场 重头戏就是执行 战力保存 我们这一次可以去看到的是 在台东的机场 我们台东有一个新的机场 自然他不是第一次守将军用机 可是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 比较没有去使用 我们在模拟 当如果西部的机场被造成攻击 甚至是过去传统东部的 不管是花莲的基地 或者是台东制航基地 造成攻击的时候 我们这些战斗机 要如何去转场到其他的机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演练的项目 接下来海空联合结局作战 将是重中之重 在重点海域进行布雷 反潜及阶级作战 海上的联合阶级 或者海上的护航 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 在2022年跟2023年 中共的军演 它的目标就是要去 把我们的海上交通线切断 去做到一个封锁的效果 如果我们能够去 持续地掌握局部的 制空权跟制海权 这样子对解放军来说 它就不会轻易地 进到下一个阶段的登陆 今年汉光操演 不止国军出动 较招的后备部队也来报道 这一边的话 其实我们重点是要去看 联合国土防卫作战 因为不管是最近 有一些较招的部队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 今天对于我们的一个 防卫作战来看的话 已经不会是只有 单纯国军的任务 而是我们要如何去 整合整建各部会 各单位的实力 去做到联合的防卫作战 台湾面对中共威胁 透过强化全民国防的观念 不让中共任之作战 有机可乘 更是当务之急 记得李月琪 彩虹报导